为了奖励过去一年 宁兰县农友的辛劳并宽庆农民节 宁兰县政府在15号举行 庆祝农民节大会 其中来自大同乡寒西部落的 泰雅族人独留又齐 以种植印加果 以族人共同建立产销班 并积极推广有机工作 获选为原民乡镇农业生产 杰出农民 在农业这个部分 你要就是说集合大家这样子一起 一起这样子种植 它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那今天有到 就是说快要两年的时间 有这种成果 算是就是说非常的安慰 今年63岁的胡刘又齐表示 10年前为了照顾家乡的母亲 选择返乡生根 看见部落青年人口比例较低 在自己有景观原因的背景之下 希望能发展当地的高经济农业 便在游人的推荐之下 得知印加果有树上的 鱼油的称号 对人体有益 更主动向先政府争取资源 我们已经做到有机双认证 就是我们的果原是 持新有机认证 然后我们去做油的时候 它又属于加工 我们也去做中心大学的有机认证 很多地方也有做印加果产业的 我们并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的区隔就非常的凸显出来 消费者在这方面就比较容易选择 我们的产品 那其实这几年 我们还有在辅导它去做一个通路上的一些打造 这样子 看起来这几年成效其实是有的 慢慢有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在地的一些通路商 来去跟它做一个合作 那也让部落族人其实有那样的信心 目前印加国产销班有14人 其中12人都是当地的泰亚族人 包含两位青农 胡流有其希望 透过自身小小的力量 带动部落经济活动 吸引青年汇流之外 目前也正准备 带领产销班去欧美参展 并参加使用油比赛 预言新闻直播到室伯若运营南澳采访报道